嗨 哈囉 我們今天一樣有新品跟傳聞款 那今天呢 前面的第四組是比較經典的 輕薄一些些的針織 那輕薄的針織款有Vinning跟一字鈴都有 然後我就搭配比較簡單的下半身搭配給你們看 因為今天這兩天開始稍微有點微微的降溫對不對 哈囉嗨嗨 我先介紹這個Vinning 這個已經去年就有出的基本款針織 那它的秋天出的材質會稍微要厚一點點 很適合就是台灣的天氣 就現在穿也不會太熱 然後裡面還可以疊加 那我裡面就簡單穿bra top 然後這是簡單Vinning 然後我等一下把這個拉下來給你們看 Vinning的 長度大概這樣 那它有點微鬆 然後搭配八筆款的這個長褲 這款呢 八筆款這個書寫褲我很推薦 給大家認識 因為它我現在幾乎快要每週 每週一定會有兩三天會穿的已經 因為它很舒服 然後做年事它看起來整個整體比例很好 很舒服 然後它蠻擋風的 就是突然天氣有點涼化 這個真的還OK 那你天氣熱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太悶 太不舒服 因為它是很舒服的棉質去做的 然後它的那個臀部的地方 是比較會有點加寬 然後有口袋 可是它下面的時候 會圍一馬八的 所以穿起來非常顯瘦 我等一下往後面看一下 這我已經穿蠻多次 但我真的很推薦這一款 那這一款最受歡迎的是黑色 那我也很推薦灰色 灰色也很漂亮 我往後看 你看它加這種簡單的針織 一般的話 休閒運動褲 你很少去搭配針織 可是因為它的版型關係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上班穿 我覺得還蠻適合 因為它有一點點休閒感 可是我覺得蠻時髦的 這個很簡單 然後這個B-0針織呢 我今天還會示範咖啡色色的 咖啡色我是配皮褲 不要搭配不同的感覺給你們看 這個就很基本款 誰都可以穿 然後它是比較偏軟的針織 對 再來 這個 我上次的針織它是鮮貨 這個少量鮮貨 你們都可以直接給它 可以直接購買 因為它數量不多 所以可以稍微度速快一點點 會比較容易搶得到 那它這個的話 這一款 是鴨紋的那一款 就是它有一點點 這個地方 算性有點像肥褲 它就是胸圍的地方 比較快一點點 寬秀的這種針織 然後上面 這個 一字靈的這個地方 它是有點壓紋的 就很簡單的針織 然後搭配很簡單的西裝褲 給你們看 好 這個簡單的針織 好 好 簡單的針織 這邊 是壓紋的 讓你們看一下 它有一點傳靈的效果 然後針織是輕飽的 所以不會熱 那如果到時候冷一點 可以自己在內夾 那這個我覺得很適合台灣的天氣 然後如果比較怕樂的朋友 這幾個單瓶都很適合你 因為這個上班不會熱 然後就輕鬆舒服 然後材質偏薄一點點的 OK OK 這個是有點 橘色 粉橘色 這個顏色 然後配這種西裝褲 很簡單 然後再配一點小小的視頻 這種毛硬鏈 很簡單可以搭配 這種毛硬鏈 像DX2-3多都特別介紹 然後它有一點重量 我覺得它質感很好 然後這個搭配 就是像這種 有點 很簡單的針織 就很適合 還有T-Shirt 也很適合 這樣這樣子 很簡單 剛剛的針織 第一件是 是那個 白色的 是白色的 然後這個是它的 咖啡色 它有點 比較特別的 那種 巧克力可 的那種咖啡色 那這個啊 它的那個V零 地方 一樣 剛剛有穿白色那一款 那這個V零我覺得做得很正規 就很簡單 你可以隨便搭配 那我搭配皮褲給你們看 皮褲 然後這樣搭配 很簡單的 上班傳達 這個簡單的比例 皮褲 皮褲 很簡單 皮褲 很簡單的針織 配這個 有跟的 方跟的這種 這個 這一款啊 就是引擎手很多次 它非常軟 很舒服 然後它的跟 中跟 剛剛好 所以 上班很適合 很適合穿 很簡單 這個 褲子啊 因為它有一點點偏小 那卡在中間的朋友 會建議直接往上拿一個尺寸 尤其個子高的朋友 這個可以看一下 然後它的下面是收的 那臀部呢 把它是有加寬 我覺得這個板子做得很好 我覺得很鮮瘦 然後很方便 然後等很冷的時候 你沒有可以直接 它高臨的毛衣啊 然後可以戴一個外套 西裝外套 然後可以戴一個外套 然後再互相搭配 你看它的漸層色 它有一點點 它其實有點可可色 可可的咖啡 然後剛好配一個 今年很流行的肉莓阿德 黑色的皮褲 就很搭配 然後再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 大麗色的都可以 卡漆也可以 然後簡單的米色也OK 然後簡單的牛仔褲也很好搭配 再來試 因為台灣比較熱一點點 所以大家就很想說 最近有收到很多問題就是 如何把就是春夏 還有微秋的洋裝阿 什麼混著搭配 然後我會很推薦 就像這種高領的 這種利領的小小針織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用 以台灣天起來這樣 有點冷 又不是太那麼冷 就是有點擔心的時候 你就可以像這個 你也可以加皮 然後也可以加洋裝 衍生褲都可以 或是整體的套裝式的形狀 裡面都可以當大地 然後我今天配的是這個 就是比較秋緩的那種洋裝 那它這個洋裝是用白折的 你會覺得 那它怎麼搭 那一般的話 我通常的話 會推薦大家 你看它這個 顏色配起來 其實很漂亮 就不用害怕 然後我搭的 比較特別是 咖啡配這個蠻色 真的不用害怕 你可以 就是甚至可以自己搭 莫勒陀和勒夫鞋 然後這個呢 洋裝 你還可以搭 如果 像前兩年很流行 墨爾邊的 簡單的裡面 那一搭 針織阿 都可以拿來 或對對您的 針織 都可以拿起來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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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輕膚的 這種 令達師的 這種高齡 因為它現在螢幕上面畫 顏色比較深一點 顏色會比較深一點 但它其實是 深的咖啡 近看可以看到 它是比較深的 深咖啡色 深咖啡色配這種藍色 其實很漂亮 但是因為 遠看的話 會看起來比較像是 黑色配藍色 但可可 深咖啡 配這種藍色 很出色很漂亮 然後我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那這個 你可以自己去混搭你自己想要的 然後可可配有一點點亮藍色 其實真的很美很有氣質 簡單的這種單品都可以自己在互相搭配 然後你可以配個絲巾啊 或是長版的外套跟破衣 互相搭配都很漂亮 這樣 基本上我都是這樣子混搭的 因為有時候你還是會有一點 好像穿長裙 那長裙的話你有點冷 那你就是裡面可以加一個這樣 這樣子小小的單品 可以去混搭 再來也是這個 最近有收到很多朋友們 發現大家現在還是會去 還蠻熱的地方 譬如說 泰國啊 最近很多朋友都出國 那這個簡單的 有點涼的地方 可是又不到那麼冷 都可以這樣混搭 你看稍微涼一點點區域 就可以稍微混搭 用那種比較冷的 然後像這個比較春夏的單品 或春秋的單品 你就可以這樣混搭 然後你可以 在我這個裡面 簡單的這種吊帶衣服 我裡面還會搭那種 針織外套 針織外套 針織外套穿的裡面 我覺得英文可愛 就是它會有那種 扭扣跟牛仔的 互相的這種混搭的感覺 在針織外套 給我來看一下 你好 對 謝謝 谢谢观看 这个春夏蛋瓶混搭 然后那个牛仔跟安卡拉红 我很推荐 这个我一定要往后面给你们看 我觉得很可爱 可以自己再混搭 然后一些小丝巾啊 或者是各种都可以 然后它这个地方有腰身的 这个牛奶裙之前 我就介绍过蛮多次的 它版型很漂亮 我觉得很适合那种秋春 冬到春 然后秋到冬之间的时间穿 因为它的那个整体氛围 我觉得很有整体的那种 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往后看哦 因为它的裙子的份量 是比较重的 它这个裙子的设计啊 它是有一点A-line的 它这个地方A-line 然后它这个地方有口袋 所以我很推荐里面 我想说我想让你们 因为今天的时代 蛮可爱的红太火了 像这个简单的这种针织 就有搭配颜色会跳出来 然后你可以看它整体身形 我真的觉得春秋啊 秋到冬 然后冬到春这个世界 你可以自己去叠搭 玩那个整个的混搭的装扮 会看起来好像 就是跟平常的不太一样 然后我自己 像是这种的话 像最近少了两个年 我可以带个披肩啊 或是准处外套 小的短版的西装外套也可以 然后这个 它因为它是用布料去剪裁的 所以它这个裙子会比较 来一点点 所以看起来就是身材特别好 因为这种牛仔单品 这种连胜款 大家很怕会担心 因为如果没有修身 就会觉得很好看 但这款就是非常牵手之外 它分量 其实我觉得它用布 不会很省 所以它整个看起来 分量感很足 然后旁边它这很可爱的地方 是扣的 它扣三个 所以你往上一格扣啊 你就会看到它有一点点小小的腰绳 拿来就是平常的 我最喜欢的通勤款 这简单的上班通勤款 这个调温真知 就来了 这个调温真知呢 它是那种正规款 它是原领的 然后是认真的 因为认真的是毛衣 真知毛衣了 从这一拜开始 就会开始有一些一种 真知毛衣 会让你们很快的 去实看到我们的新品 然后我们还有这种 我就简单的搭配我们原本的商品 因为它像这样搭配啊 我每次看到这种搭配 我都特别兴奋 因为这个真的是 我每天会真的穿的 然后一百五年 你也不会退流型 然后它这个 我有稍微把关一下 基本上这种简单的真知衣服 它整体上面也OK 不用太担心 很容易起毛衣的问题 它真的很舒服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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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0 简单的双半组 喜欢的 这种圆领的毛衣 你可以带这种 我们一直都有接受的 像这样子的项链 圆领的 如果是这样子简单搭也OK 或者是那种 麻花的 这种圆领的我跟推荐两款都可以 可是两款氛围不同 然后如果你今天就是 晚上还有去哪里 我会推荐一个麻花式的 其实看起来比较个性 然后就配个PE 或是那种真的满意点点 大家可以配毛衣外套 所以感觉 氛围感不太一样 简单 我也喜欢这种有点微松的毛衣 因为你可以里面还可以叠搭 像有时候可以搭个衬衫在里头 滑搭 或是有个小小粒领的 然后可以看到毛衣跟 黏体的那种混搭感 都可以很方便 然后或是马甲背心啊 然后整体感 或是真的冷一点 又可以 羽绒外套 直接搭这个 羽绒背心外套 搭这个也超好看 它就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毛衣 你看看 近看它的那个毛衣的材质 好 然后再来是本周到货 大到货的衬衫 这个每年 我们已经卖了这二 应该两年多 第三年了 那这个衬衫呢 它是比较厚一点点的 然后这个颜色 是里面颜色我最喜欢的 还有一个藏蓝我也很喜欢 那这个呢 它是有一点点磨毛衬衫 但是比较挺厚一点点 可是它也不会 就是像 譬如说今天的天气你穿 也不会觉得大爆汗 也不会 你就可以自己 稍微有点挡挡风的那种衬衫 然后我平常呢 很适合推荐就是 如果很怕热的朋友 或者是通勤的朋友 进捷运就超热 超热 那你就可以适合我今天这样打 一件T恤 简单那种字幕梯 家里的毛毛T恤 再冷一点点 你可以配那种毛毛的 毛T衣啊 干嘛的 都可以 然后外面会再照一个像这样的衬衫 然后前面的下摆 前面的位置 是最长 旁边 侧边是比较短一点一点的 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把它当有点休闲的外套式的衬衫 也很方便 就里面可以直接搭 简单的保体 然后里面 短裤啊 皮肤啊都可以 然后我现在搭这一款 然后今年那个 暗可拉红真的太美 我跟你讲 台湾女生 就是 东方女生 我觉得很适合这种颜色 因为它不会显黑 看起来皮肤就会亮的感觉 所以看起来就显年轻 然后他们最好的伙伴就是 深蓝色牛奶裤 但这一套呢 我想要先配白的给你看 因为看起来颜色比较亮一些 这一款呢 呃里面那个T恤 里面T恤人们要准备 线火搭到货 那这一款呢 红色的部分 我们就已经有准备时间 但是这两天稍微 凉一点 这个外套 那真的 这个颜色结果都跑掉了 如果你们等一下看 如果还想要喜欢的话 可以上网看一下 我们及时不存 看还没有剩的 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快买 就不用等 那其他的话 就稍微等一下 我会尽快给你们 然后你看它搭起来 然后配这个项链 而且如果你短链跟项链如何 则绝的话 我觉得 我真的追忆你们两个 都背一条至少 因为冬天 随便的传达 随便放这个上去 就立刻 有种打扮的感觉 你就是整体感会比较丰富 然后看起来比较时髦一些 你看它这个 刚刚配灰色的那种通勤的 很紧约美式一点点 但是现在这个 又比较街头感 然后往后退让我们看长度 很认真看的话 它其实是 斜纹 一点点 就看得到它那种 铺料的纹路 斜纹的 那它这个 它是这个 呃 材质 它是有一点点磨毛 没关系 因为我们 那个常常会有照片 让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还是 基本上还是会有点 风暖度 我算是冬天衬衫 然后它这个里面是 轻薄的 简单的长袖T恤 然后往后退 你们看一下屁股 还有整体干 然后让它绕一圈 你们看 它配起来 你可以自己混搭 然后这个颜色 因为它这个颜色 配这个颜色 我觉得真的还蛮时髦的 然后另外颜色我就推荐 如果是安可爱好 这个T恤 你真的是混淆的话 就是你会不知道怎么选 选择困难的朋友 就照尾这样配 然后或者是 这个颜色可以配藏蓝 那它颜色就更深一点点 那你想要时髦一点 就选这个颜色 那你想要 就是内敛一点点 那个感觉 就选中蓝色 配这个也很漂亮 然后这个T恤 我真的是觉得 你们每一个人都必备 因为 其实图梯 我现在有点清手女后 就会很喜欢 穿这种 自如梯 图梯 因为看起来真的 我觉得简明一点点 然后我打拼另外一组给你们看 一样是黑色的 很可爱 那它这个呢 我配的是这个鸽子 鸽子衬衫 它布料就稍微正常的 轻薄款的 就是正常长袖衬衫 那比起这个的话 它这个是稍微厚一点的毛 毛毛衬衫 你们可以自己感觉一下 那两款我都是用外套式的 这种方式套给你们看 然后下面的话 配的是 卖最好的 藏蓝色 深蓝色的 幼崽裤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好 好 好 这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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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没有项链跟有项链 差很多 所以很推荐你们 那个简单的视频 真的 不用多 可是你一定要有 因为这个没有视频啊 真的 链心也会差蛮多的 然后呢 很简单 你可以 遮起来 有让它有点 街头感 有点街头感 就是让它有点 颜色层次 不一样 其实就不一样 感觉 然后我配那个 才不让我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很简单的 轻薄的 短剂啊 你要扎 不扎都可以 然后这个 现在也是 刷刷中的新款 可以参考 好 喜欢帽子的朋友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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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颜色也很可爱 就看你自己 可以自己搭 看你想要的风格 是什么 它这个也是 介绍过很多次的 就是非常小脸的 这个 卡提色 然后还有这种 全灰的 这种老帽式 看你自己的风格 像这样很简单 它是刚刚那一款 跟这款车衫的 附和疗命筒 可是 我觉得这个 就是会穿起来 我觉得很适合 去看那种 摇滚演唱会 就是它是帅的 很有个性 然后也很适合 配合出来 OK 再来 这种 认真的 这种 针织毛衣 它是 嗯 倒水感的 你可以仔细看 它是倒水感的 然后它是 真的有分量 它大概 嗯 它真的是有点分量 它真的是厚的针织毛衣 但它这个毛衣呢 它真的现在穿的话 还是便宜 而且它是认真的 所以说 想要找那种 美系的 这种 正稿 美式的那种 那种慵懒的 老前锋的毛衣 现在其实 老前锋 虽然盛行 可是我想要 可以盖到屁股了 真的是 毕竟我很多的心思 因为 盖到屁股的毛衣 现在真的不多 要码是超大 可是像那种 美系那种 老前锋的 这种 纹路啊 通常都是 是在这个裤头上面 然后稍微圆服装一点点 或是比较正规版的 然后这个呢 它就是 可以盖住屁股 所以我真的超爱 这个我如果真的 冬天晚上 我一定会常穿它 直接穿它 然后加那大裤 然后穿靴子就出门了 然后也下雨啊 我觉得很享受 因为很方便 就是穿的套就出门 然后里面就简单 配个圆领T恤就可以了 好 很贵的 嗯 它都很漂亮 我觉得这种 比较老前锋 很原始的这种 简单的 纹路的毛衣 真的很耐看 而且 我觉得不分年龄 而且你认真给毛发穿啦 阿嬷穿啦 都可以 跟我们穿 它的氛围感 很简单 上半也很 很 没问题 然后我现在打那个 长脸给你们看 因为这个长短的毛衣 我也很推荐长脸 像这样那种 氛围可能不同 那这个 你等一下看一下 记得看一下它的长度 跟它的宽松感 它非常美 我很推荐这一款 因为这个 基本上绝对是我的 冬天 会最常穿的第一名 毛衣 很简单的毛衣 然后如果它板子比较长 很推荐就是一个长的 很推荐就是一个长的 像这个我现在这个长脸是调到最短的 你还可以再拉长 没问题 这个非常非常的推荐 它是有点叶子的那种形状 然后是木面的 非常好用 CP值非常高 你收到绝对会觉得 我们的CP值很高 然后 基本上也蛮好包容的 很 反正呢 衬衫啊 针织 然后 明码的 你也可以搭 擦起来真的 气质立刻会 跑出来 好 再拿 这个 原理的 基本款这个针织呢 它有两颜色 三颜色 然后 我现在配黑的 这个 今天就是整个大树 的包饱品的话 就是这一组 因为它这个呢 我觉得 很像台湾天气 反正这一组 就是如果真的要冷的话 你可以在那一家玩一家干嘛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套啊 就是真的可以 打趴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台湾的话 就是 冷的时间 会凉凉的 这样 很长 然后真的很冷 就用那两个礼拜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厚度啊 用这个厚度的 我会背比较多 那种轻薄款的针织 跟真的厚一点针织 这样款 我是会比较会准备的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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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就有很多 是 不是 就是 那是 不是 是 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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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簡單的 清光很真直 我覺得第一個他舒服 然後第二個他真的穿起來很顯瘦 什麼各方面很舒服 然後你上班覺得很穿得住的 然後下面有一點點縮口 很輕輕的 這也是今天打到貨 那看一下你們看看 因為質量天真的稍微涼一點點 所以數量可能會有點跑出去了 那我這個有準備大概各20件 你們再看一下 那如果不瘦完的話就去預購等一下 然後往後再讓你們看 我配的是皮褲 中緊皮褲 然後秋冬款 你沒有配長褲的話 至少短褲也要配 因為你配長褲真的超好看 而且你可能會時髦感 年輕感 機身 很常練 來吧 然後再加一次 我們先來接著 一件小褲 然後再加一次 以前全部搞定 不是比喻的 我可以做到 不等的 一件小褲 那一件小褲 一件小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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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咖啡 咖啡我配的是 我们的经典的这个棉麻裤 超新美 现货SML 喜欢的朋友 觉得不要错过好吗 然后这个咖啡色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 我觉得很寒 这个咖啡色 两个颜色我都很喜欢 两个颜色都有不同的 穿出来真的是 这个就是穿两个干的脸 好像有时髦的感觉 你要穿这款 我觉得有点寒 它那个寒的感觉 就是会有点拆细风的感觉 很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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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很简单的那种 米特加咖啡 然後下面配一個綿麻褲 這個綿麻褲就是我們整個 就是 如果商品數低名的話 這個就是這個綿麻套組夏天的時候 這麼簡單的綿麻 因為可以搭配時間很長 然後也推薦你們可以用那個腰帶 看起來會有更有老前鋒 然後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它就是套組的那個下面的褲子 上桌比較介紹的 如果整體咖啡的話 你可以配這個的咖啡 不一樣的感覺 它是有一片焦糖一點點的咖啡 看起來就是 那種樂不斜木的托 我給你拿出來 或是用短訊的 所以你可以混搭 後面是休閒褲系列 因為後面呢 然後秋冬很重要 因為秋天啊 春秋冬 我覺得都很常穿這種 鬆鬆的 這種休閒褲 因為非常舒服 然後混搭這種針織 看起來質感非常好 然後這個針織呢 這個 連續三週 這是麥包 因為它的顏色真的很多 那目前第一名的話 就是 咖啡色 然後再來就是 白色 然後 我就可以推薦大家 就是像這種 你看有點燕麥 那種咖啡 那麥拉德系列 這兩名好紅嘛 所以這個就可以配 皮膚啊 也很好看 咖啡色的 或是斜紋 之前我搭配的那種 咖啡啊 奶茶色啊 卡其色的那種 夏神褲 西裝褲都很好看 那我今天想要讓它輕鬆一點 就配個這個 杏色條紋 它配起來就是 我覺得偏很寒 整體看起來會很Zan的感覺 還是可以 為了 搭配 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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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很简单的 有饰品 一枚饰品怕得多 很简单 好像这种燕麦色 然后修线裤 修线裤的 可以拉绳 都可以自己拉 然后反正有后代 然后只能简单增值 然后后退让你看整体感 这个羊毛系列 整直面羊毛系列的 原领的V领的 我都很推荐 因为它有一点点保暖度 可是它不会真的太热 让你看又不舒服 因为太好搭了 然后这个圆领 这个系列 我觉得第一推荐 第二推荐是V领的 V领会 你腰毛的程度 也要高一点 所以比这个再热一些些 但我觉得冬天还蛮需要的 很好搭 所以推荐给你们 这盆麦色 大家不要担心 就传给你们看 然后我推荐 如果还没试过咖啡的 拜托咖啡涼麦下去 非常漂亮 這盤套組啊大家都有音樂也是因為 然後照片它其實是比較合身的 那因為這一件啊 我直接定是他們的類似像LMOS比較大的尺寸 所以呢旁邊跟側邊都是假寬的 所以穿起來不要不用擔心 然後我之後還會再拍10拍照片給你們 那這一款為什麼推薦的原因 你摸了以後你穿了以後就知道為什麼它是690 那因為它送了小背心一整組之外呢 它彈力很大 然後它有不同顏色 然後我最推薦它就是這個咖啡色 然後它還黑色 鮮瘦 然後很好打 這個咖啡色 我真的推薦深咖啡色買下去 因為偏就是整體感我覺得會質感很好 所以你看它穿起來就是有一點空間 彈性很大 很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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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推薦這個很好搭啦 然後它因為同色性 你看它整體感就很動也很強 剛剛那個針織 我再推一次深咖啡色 我覺得如果你覺得 都認為你還蠻喜歡的 我真的推薦深咖啡色買下去 因為偏就是整體感 我覺得會質感很好之外呢 我覺得都不能穿起來皮膚也偏 看起來比較亮一些些 它整體感是比較舒服的 然後它的外套 外套比較長一些些 你看那個表定的表格還在長一些些 它整體感我覺得會微輕鬆 就是真的很好搭 那你西裝褲啊 然後還有這種褲子也可以 它會再冷一點 大家不會穿那麼厚綿 眼眼跟沒有刷 你可以直接搭耳光頂 來 再來 這也是今天打到火 這個呢 我有準備一帶六件 喜歡的朋友可以往網上看 然後這個呢 外套呢 它是真的認真的毛衣外套 所以比較厚一些 然後它的顏色很可愛 然後它還有別的顏色 然後我配這種針織 讓大家覺得害怕 因為它比較厚一點點的毛衣外套呢 為什麼要中版 中版你就可以配一些像這樣子的單品 然後穿起來完全不會顯胖 不可以跳個套一看 它是氛圍就有點外外鬆鬆的 然後你讓它的視覺性拉長 你就不用男型 然後裡面可以加立領 然後我連都可以回家 已經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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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看一下材質 是認真的萌一點 很可愛的這個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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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的背心毛衣 背心毛衣 今天有看到的 我們社群看到 很可愛 它很多顏色 可以讓我們去搭配 然後我就混搭一個像這樣子的 比較那種軟軟的那種寬闊 那種直筒寬闊 很舒服 配起來會讓我們看一下它整體分為感 比較輕鬆一點點 然後就有一點點 有一個 一開始 是 一開始 就有很多 所以,它是一開始 可以穿長袖T恤或是針織都可以 然後我想讓你們看一下 它的這個範圍 它開始疊大了 我自己也是最喜歡那種直接穿跟夾屎雪 然後往後看跟妳配那個長袖 它其實我覺得蠻有緊熱風格的 中間應該要有氣質一點點 很簡單 真是卡其色 但質感很好 很簡單 黑色的 黑色的這種珍珠 我裡面就直接打簡單的小可愛 然後讓你們看一下 故意打這個條紋給你們看 因為條紋是打 就是大家會說 他拍看起來太輕鬆 可是我覺得會有一個 美細的氛圍感 會比較輕鬆一點 我好厚 這個很簡單 這個的話 我覺得你們很喜歡 因為他很舒服 很輕鬆一點 然後你可以配自己擺另外搭配 然後像我這個款式啊 我蠻喜歡搭簡單的 直接素色珍珠 然後自己搭個那種 我之前看那種 就是早晨的我又慢跑 就會穿的那種簡單珍珠配著褲子 然後加了羽絨外套 就會當他沒有風 冷涼的時候 很舒服 最後的 這兩套 這個呢 他用有認真的帽衣 然後他做的那種 有點特別的 這種捲 會捲起來這種針織 然後他這個是帽衣外套 然後還有這個鞋領的針織 我希望讓你們配一下 所以比較厚的褲子搭配 你會不會覺得好像分量來比較重一點不好打 但是這一款呢 因為他是直銅的 我覺得很好搭配 那這款直銅呢 我比較推薦給小客人的朋友 你會不會覺得這樣 然後我會把它看得到 好 好 好 我會不會覺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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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的 大便貓衣外套 然後是有口袋的 然後呢下面這個針織 我拉起來給你們看 這個是有一點比較厚度的一個毛的褲子 然後是指頭褲 然後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然後搭配是有點 就是厚底的 球鞋 所以我覺得身高大概16年以內 我覺得你們都會蠻滿意的 因為它這個是 比較厚一點的一個 我覺得它穿起來蠻顯瘦的 所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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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要配衛衣 因為有點笨蛋感的這種褲子 因為會胖 看起來很胖 但這個呢 你看我配兩款 都是比較鬆的褲子 它都沒問題 然後這一款呢 只是 灰衣洗淋的 我推薦 因為它還有灰色 因為這個穿起來真的 我覺得真的蠻性感的 但是它又很舒服 讓你這個地方有點縮口 所以可以讓自己稍微重心 穿裙子 我上次還有穿 正式長裙配置的 我覺得也很好看 這個還有燙灰色的喔 因為白色很多朋友都會 就是喬碗款 但希望大家就是 這個有問題可以在我的門 但因為我比較喜歡穿鞋巾 那本身還是做鞋巾一款式 那你想要你自己也可以 就是可以讓你自己拉 看你想要這樣子 鞋巾是想說想變一點點 可是還是想要有點修行感 好 晚安 謝謝你們